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七百八十六集 北方的战局 长达三个时辰的行军 终于在黄昏前 抵达了楚州大军的扎营地点 一万大军抵达后 熟练的安营扎寨 江绿忠带着一杆将领 以及许新年和楚元枕 进了楚州都指挥使杨燕的军长 杨燕与楚州的高级将领 早已等待多时 众人各自入座 杨燕环顾江绿忠等人 在许新年和楚元枕身上略作停顿 语气冷硬的说道 北方战事并不乐观 我们缺少火炮和闯弩 缺少军需 所以一直以牵制和骚扰为主 无法对靖国军队造成重创 江绿忠微微汗手 楚州这边的军需有限 大部分火炮车弩都要留在境内守城 不可能尽数调出 否则靖国骑兵来一个釜底抽薪 攻打楚州 那大缝军队的底盘就彻底散了 江绿忠看了眼身边的副将 后者心领神会 汇报了本次携带的粮草 军需总数 以及骑兵步兵炮兵比例 杨燕听完满意点头 同时也看向了身边的副将 副将起身沉声说道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今的北方战局 目前主战场在北方深处 妖蛮连军和靖国骑兵 打得如何如图 妖蛮的单体战力 要强过靖国 兵种也够丰富 但他们依旧被靖国打得节节败退 这几天 我们分析了原因 归类为三点 一 妖蛮的军事素养 不如靖国 妖蛮有神魔血脉 一旦热血上头 就会失去理智 在小规模战斗中 这是优势 但涉及到数万人 乃至十几万人的 大规模战役中 这便是致命缺陷 二 巫神教 战场是巫师的主场 诸位都是经验丰富的将领 不需要我多加赘述 最主要的是 靖国军队中 有一位三匹巫师 正因为他的存在 才让伤势危遇的主角 束手束脚 三 夏侯玉书 是顶级的帅才 战役指挥水平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面对这样的人物 除非以绝对的力量碾压 很难用所谓的 很难用所谓的妙计击破他 现在与我们在 楚州边境作战的军队 是晋国的左军 领兵之人叫拓跋记 四品武夫 麾下三千火甲军 五千青旗 以及一万步兵 炮兵 拓跋记打算 将我们暗死在 楚州边境 准备暗死在 楚州边境 那也就是说 此刻双方距离的并不远 徐二郎心里判断 果然便听江绿中沉吟 所以 我们如果要北上 十渊妖蛮 就必须先打赢拓跋记 杨艳缓缓点头 打败拓跋记的军队 我们才能没有后顾之用 问题是 论骑兵 我们远不是 静国骑兵的对手 论火炮 他们也配备了 不少火炮和车弩 除了数量上 我们有压倒性的优势 其他方面并没有 一位将领笑道 所以你们来得正好 现在 我们有了充足的兵力和军备 兵归神速 可以直接开展 把拓跋记一个措手不及 楚州这边的武将们 也露出笑容 他们等待援兵 已经很久了 将绿中缓缓点头 嗯 知道他们的位置吗 嗯 只知道具体防卫 有赤后盯着 一个时辰回来复命一次 目前为止 没有发现异常 将绿中环顾众人 此战必须速战速决 否则以巫师的能力 打持久战的话 师兵会越来越多 我们在战场上 未必能及时烧毁尸体 巫师有操纵尸体的能力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当场焚烧战死的尸体 这样才能有效遏制尸兵的数量 众人就着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四天剑的术士会为我们给出方位 到时候先来几轮轰击 然后弓箭手和火冲兵推进 但如果对方撤退 除了骑兵 其他兵力追不上 骑兵追的话 便是洋入虎口 要不趁着兵力多 形成合围之势 不行 合围就是在分散兵力 反而失去了我们的优势 对方朝任意的一个方向突围都可以 甚至能展开反击 嗯 还得防备巫师的算卦术 如果有高品术士 为我们遮掩天机就好了 卦师只能预测自身几胸 若是此战中 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是算不出来的 如果对方有三匹灵毁师 那当我没说 激烈的争斗中 徐二郎看了一眼楚原诊 周围曾经的状元闭目养神 没有插入讨论的意思 徐二郎也只是保持沉默 一刻钟后 武将们依旧在讨论 但已经度过了分歧阶段 开始制定细节和策略 徐二郎又看了一眼楚原诊 他还是没说话 但徐二郎忍不住了 咳嗽一声 抬了抬手臂 朗声说道 诸位 不妨听我一眼 讨论声停了下来 众武将纷纷皱眉 目光锐利的盯着军帐里 唯一的书生 许新年本来没资格坐在这里 不管是他定州案查 司签示的身份 还是他的资历 但是江绿忠和许清安是一起去过教方司 一起云州查过案的交情 对朴友和战友的小老弟自然是格外关注 杨彦更不用说了 他扫了一眼满脸不悦的武将们不动声色的点头 许签示但说无妨 得到楚州都指挥使的默许 许新年松了口气 反问在场将领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一位武将皱眉沉声回复 自然是杀腿拓跋计的大军 入北方驰援妖门 所以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驰援妖门 而不是与拓跋计死战 这有什么区别 有武将嗤笑的发问 徐二郎看了一眼扬眼 见他宁神聆听 没有打断的迹象便说道 当然有 行军打仗 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 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 才是我们要做的 若是只知道蛮干 以士族生命填出一个胜利 是粗 楚元枕突然咳嗽 打断了许新年的发言 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 是许秦安所著兵书中的观念 你们可能没有看过 此书名为孙子兵法 许宁燕近来所著 对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许秦安的堂弟 荆轲二甲进士 嗯 许秦安是你继续 许秦安罗进会兵法 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 妙啊 嗯 原来这位白衣熟生 是许秦安罗的堂弟 中武将念头涌动 知道许新年是许秦安罗的堂弟后 纷纷收起了不悦的情绪 调整了态度 方才吃笑发问的武夫 露出友善的笑容 啊 许秦是 您继续说 我们听着 态度截然不同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